最近有一雙跑鞋在市場上尋規度非常高 這雙國際知名運動品牌產生出來的鞋子 在過去12個月以來大幅改變了國際常跑界的生態 去年2019年最快的10個成績 全部是穿這雙鞋子創下來的 也因為這雙鞋子的一些特殊構造 引起了其他運動廠牌的可能不滿 或提到說他們是不是有種一些 不應該使用額外的利益 讓這些選手跑起來會特別快 但是世界田徑總會在經過兩次的調查之後 最後還是決定這雙鞋子是可以在一般的運動廠牌使用 而它創作來的成績也是會被世界田徑總會所承認的 但是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是鞋底的厚度不能超過4公分 另外規定這所謂的碳纖維版只能放一片而已 另外就是說如果田徑總會覺得你穿的鞋子有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來撤下來叫你檢查 以前就只有驗血驗尿 現在連鞋子也可以驗 然後這雙鞋子必須要是一般大眾都可以買得到的品牌 所以這雙鞋子的確可能可以增加 最多4%的跑步效率 但是並不是專屬於一般田徑的名將 大家都可以享受這項福利